肯定了 以佛力助持 即如大臣真定句 真定句 即使奥批八支不退位 这龙叔菩萨家里 这段话 这段话讲得好 佛力助持 这个佛是阿弥陀佛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跟四十八愿全相应 每一命都是落在你自己 心底里头 所以自自然然 就如大臣真定句 大臣真定句是什么 就是二十愿最后的一句 借座阿弥陀之菩萨 就是这一桩四十 三种不退转 恭喜你 你全得到了 胃不退 行不退 你也不退 一根极乐世界 十报状态 庄严徒的菩萨 没两样 无论是智慧神通道理 乃至于法界 虚空界的感应道教 都完全相同 这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 跟我们讲到社方 祝佛插图里头 都没有说到这个事情 只有极乐世界特殊 这个地方 给我们透露个消息 那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心要定住 如果三行二义 妄念纷飞 那就不行 你心不定 心不定也能往生 那就看你灵命宗师的缘分 有没有这种善语 灵命宗师有人提醒你 你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 那就得靠这个 如果自己正定血 不靠别人 因为这个人很多 自己欲知实知 晓得哪天走 好像跟阿弥陀佛 他什么时候来接 我什么时候走 不告诉别人 为什么 告诉别人 要打宣查 会障碍你 我们看到好几个人 这个样子 不告诉人 走了之后 才人家在发现 站着走 坐着走 锐相西 没有 祝你碰到那些 云青寨主 祝念的时候 还到处摸摸你 哪里热 哪里不热 那都是麻烦 让你生烦恼啊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一生烦恼 那个麻烦就大了 马上就散无道去了 那个祝念不是帮助你到极乐世界 是帮助你到山土 这些道理都得要懂 最安全的方法 最靠得住的方法 靠自己 不要靠别人 秘诀就是放得下 真放下了 真不管了 有人管我们的感谢他 什么都不要管了